长城和曲双双,长城从东游记中文文绕的韩香子,到新三国比英明神武的大将军吕蒙,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相比丈夫,曲双双也不成多让, 在校期间就因为清新脱俗的外貌和具有个性的演出风格受到关注,在电影跑出一片前中展现的演技也获得了众多夜店人士的鼓励和肯定,傅成鹏与成素,傅成鹏低调拼时,对待家庭和感情一心一意,饰演角色以军女题材和叠诈题材正能量形象为主。 妻子成素,出生也离世家,在戏里经常扮演轩绿霸王花,走下屏幕却是个温柔低调的平常女人,同丈夫一样做公益性爱心,低调不张扬,浑身充满真能量,刘小杰和徐红浩,没想到吧,他们两人竟然是夫妻,2009年刘小杰与徐红浩登记结婚, 2010年两人的爱情结婚蜜豆诞生,蜜豆一个多月的时候,一家三口在2010年的冰室睡着的水中共同演出,高新和王毅南,高新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二豪一直享有音频暖男的称号,当初与王毅南两人因细及人,认识蜘蛛王毅南原本将高新介绍,给自己的好友,但高新却喜欢王毅南, 还说,你要是过了30岁了还没结婚,我娶你,王毅南在一次十亿万坠马,高新放弃刚起步的事业,照顾王毅南八个多月直至康复,也因此未能爆红,却收获了一份不离不弃的爱情,胡诺尤和陈,其喜欢看杠剧的观众应该认识他们,两人都是TVB领熟的配角,两人想练七年,在2009年两个人,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遇有两个女儿两儿,少峰和刘欣,曾主演过多部影视剧,表演工地扎实,气质沉稳大气,颇具寒阳,更是如今流行的成熟大书范儿,刘欣生活中的她的好爽,健谈,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是一个非常大气的女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